现在我们来聊聊集合的表示法 刚刚呢,我们曾经提过说 诶,我们可以把一个集合呢 写在一个大括号的里面 然后呢,我们写出这个集合的内容 比如说呢,如果我要写这个 小于十以下的所有值数的话 那么呢,这个集合啊 就可以写成是二三五七 OK,这个二三五七就是 所有小于十的这个值数 所形成的集合 那这种写法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列举法 也就是呢,把集合当中的元素 一一都写出来 OK,所以呢,这个是叫做 一一列出元素 一一列出元素 那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 遇到一些小小的困难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今天要说这个 所有小于一百 而且呢,能够被三整除的正整数 那你要怎么写呢? 如果你真的要用列举法的话 你看看呢,我再说一次 小于一百 小于一百 的这个可被三整除 可被三整除之正整数 有这样子很多个数嘛 形成了一个团体 一个集合 可被三整除的正整数 那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写的的话呢 你知道第一项是多少? 第一项是三嘛,对不对? 第一项是三 第二项是六 第三项是九 第四项是十二 然后一路写写写写 总共你要写出三十三个元素嘛 一路最后写到九十九 但是呢 一个集合 严格来讲 不可以这样子写 这样呢 点点点呢 是有问题 我还是不知道你中间到底是多少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换一种表示方式 来描述呢 下面这样子的一个集合 同样的我们还是呢 送他一个括号 但是呢 我们在前面 我们可以先写一个共同的形式 可被三整除的正整数呢 我可以写说啊 什么 它是一种像是三k的样子 然后呢 k在怎么样 一跟三十三之间 且 k是正整数 k是正整数 好 这个很有趣哦 这个的意思是说呢 前面是这一些元素 它们的共同样式 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三k 然后加了一条这个线以后呢 后面写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条件 OK 这个k呢 的条件是什么 是一到三十三 而且k是正整数 所以这个集合就表达了三 然后k等于二代进来 六 k等于三代进来 是九 k等于四代进来 是十二 都是这些小于一百 可被三整除的这个正整数 而这样的描述方式呢 则称作什么 叫做描述法 ok 我们来写一下这样的描述方式呢 我们就称作描述法 ok 好 那描述法的做 做的这个风格是什么 就是写出通则 ok 写出呢 这个集合里面的共同的规则 或者是属性 所以以后你就要来评估一下咯 列举法在什么时候特别好用 就是你用简单的几个笔画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内容写出来 这代表什么 这个元素的数量一定不会很多 对不对 你就可以呢 一个一个把它写出来 那描述法呢 的好处是什么 它呢 如果就算数量很多 可是如果这个 呃 里面的每个元素之间呢 是有相通的规则的话 那么呢 我们就喜欢用描述法来表示 那关于集合的表示方法 这两种 请大家都要熟悉哦 谢谢大家 increases